一個男人如果真的喜歡你 他連大便都會拿出時間來回你訊息好嗎? 你坐在馬桶上,請問你上半身有在忙什麼事情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空姐某某某 最近剪了瀏海,大家應該沒有看過我短瀏海 你知道我剛剛一直在整你,發現這樣好像... 不知道大家有習慣這個風格嗎? 因為拍照起來效果就感覺比較好 因為你知道你可以抓到那個沒有分岔的瞬間 可是...好了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都會跟我聊一些感情上面的問題 我就發現說... 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天生的渣男或渣女吸塵器 因為我最近不管遇到男生、女生的朋友 他們都有一樣的問題 然後有一部電影叫做 He's just not dead into you 他其實沒那麼喜歡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尤其是女性朋友 你沒有看過這部片的話 拜託你去認真找出來 一定要看一遍 可以讓你避開很多生活當中 可能會碰到渣男的事情 也可以讓你辨別這個是渣男 因為本人過去曾經是一個... 強力... 渣男吸塵器 沒有要叫渣男吸塵器 就是... 你總是會吸引到一些很渣的人 或者是說... 你碰到那個人 他可能一開始還好就是普普 但是跟你久了之後 你就會把它儲成一個... 渣男 那... 阿蔡說他是渣男... 空氣清淨過濾機 就是... 他可以把這個人的壞習慣 默默的導陣 然後變成一個暖男之類的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是看個人的功力 那說到為什麼 怎麼樣會吸引渣男呢? 第一個啦我覺得 如果你不能很受孤單 你的是... 沒有安全感 自信心跟獨立性 這幾點我覺得... 影響很大 就是在交往關係當中 是不是會讓你常常遇到這樣的人 如果說你自信心不夠 獨立性不夠的話 你就很有可能會吸引到bad boys 就是一些壞男孩 或是說你很容易愛上... 可能麻婆之類的 或者是... 只是一般的男生 但是你的個性就是... 很喜歡幫對方做很多 然後導致你把他寵成一個... 呃... 就是什麼都不做什麼都要靠你這樣 久了之後 你就會很累 然後他也會習慣把你當成庸人 就是... 也算是渣的現象的一種啦 我身邊其實真的漂亮的朋友也不少 欸怎麼樣 下面是不是想開放暴眠 等一下 先聽我說完 我身邊漂亮的朋友也有不少 然後不錯的男生也有 可是... 他們遇到的... 對象好像就是... 剛剛有海分岔嗎? 講講一直都分岔喔 他們遇到的對象就是都... 某一些人就是一直都會遇到不好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那我就開始跟他們聊了一下 是怎麼樣 因為畢竟過去... 姐也是有過這個經驗 渣男我也是對付不少的 然後就跟我說 他透過朋友認識了一個對象 然後就在跟這個對象聊天 然後他覺得... 欸! 稍微有點好感想要約出來 於是他就約這個男生 但是... 他跟我說... 他約了十次都約不到 然後我聽到想說... 天啊! 你如果約... 你如果約這個男的 正常人啦 我覺得... 我可能... 我試不過三 我可能會試個兩次 maybe前兩次 我會覺得他可能有事 但是如果到第三次 這個男生還不出來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再約他 然後... 他竟然很有毅力 給他約了十次 他說... 他約了十次才約到這個男的 而且他是一個漂亮的女生喔 就是他的身材是好的喔 然後... 我就覺得... 到底這件問題是不是 你會找到渣男 是不是會出在我們自身身上 然後你可以看說 這個... 對方跟你約出來 他是不是... 常常遲到啊 會不會讓你等啊 或是... 會不會尊重你的意見 例如說... 你要去吃飯或是看電影 他會不會問你說 欸... 那你喜歡什麼樣的類型 給對方一個 表達意見的空之間 有一些人很討厭 就是他覺得Mr. Know it all 就是他什麼都懂 什麼都懂先生 他覺得他什麼都懂你都不懂 這種人就是平常生活中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不太會尊重你 吵架時候他也會更展現他什麼都懂 這種人在一起真的會很累 因為我真的曾經有交往過一個對象 真的是一吵架起來 他那張嘴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學歷還蠻不錯 然後我真的很怕那種學歷很好 很會唸書的人 他就會拿各種東西來泡紅你 我講的並不是知識上的東西 比如說生活上面你們溝通 他就會覺得他什麼都懂你都不懂 然後就真的會吵架死你 他還沒有要讓你的意思 我有一次氣到我真的很火大 我就跟他說 你那麼會講你怎麼不去當律師啊 當然我個人也有碰過的朋友 是商務客 然後他真的是走跳世界很多 那我真的覺得 除非你真的有當那個level 但是沒有的話 很多人都會覺得他自己最懂 那我就覺得很討厭 講完了殺男 再來就要講 我也是有男性朋友 我個人也覺得他是個渣女犧牲器 他周遭 我不知道他怎麼交織 都是一直交到一些很糟糕的對象 這樣約會這一塊好了 我不會認為說 一定要是男生付 那可能有很大部分的女生會認為說 過去的交往都是男朋友付錢 所以你要付這樣 嗯 我會覺得如果說今天經濟能力 是差不多相當的話 可以輪流付 有些人會覺得說他們是平分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那個對我來講 我個人不習慣 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外面算錢那個畫面 會讓我有點尷尬 我覺得不是 不是那麼好看 我個人比較偏向於就是 欸可能是我付 那下一次女婦這樣 或是說譬如女婦吃飯 那我付看電影 就是兩個人會很有默契的去 但是總有一方會先掏出來 這樣子當然是比較理想的情況下 除非說你交往的對象 真的就是 就是大爺好不好 就是那個鈔票數不完 然後就是老闆之類 然後你可能就是沒賺什麼錢 那另外一方也願意付 那我覺得OK 這樣當然就是也是很好 就是要找到兩個人的平衡點 但是 紮女有一個現象就是 很會占你便宜 認為包山包海都要女婦 而且認為是理所當然 但是我覺得 不能認為說就是所有花錢 都是一定要另一方在付 如果你是遇到這種人的話呢 你大概也存不了錢 因為 你有錢還會先幫你花掉 再來就是接送 我覺得 接送這件事情 真的很不需要太大驚小怪 相信成年人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能力 除非你是住在那種 真的是鄉下小鎮啊 那基本上市區 公車捷運其實都很發達 那 我覺得 在雙方 譬如說都有課業 或是都有工作的時候 是應該要適當的體諒一下 另外一方的通勤時間 或是工作下來的時間 是不是也是很累 如果對方的精進人力 是不能買車 或是買車其實有時候也不是必要 因為市區真的像我講就是很方便 那我覺得不需要糾結 在一定要每天接送回 還有一個就是買東西 然後還會期望男生買包包給你 各位女生 我覺得買包包這件事情 你就不要寄望放在男生身上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的話 就是存一筆錢 自己賺一個 我覺得買給自己會開心得更多 你不要自己就是背一個夜市包 然後你連可能花點錢 你都不願意買 那你卻寄望別人送給你那麼貴的 那我覺得不太合理 而且當今天這個東西是你自己買來之後 你會很有成就感 你不會覺得說我是靠別人 而且如果你這個人的人文氣質素養 讓人感覺到就是沒有在那個層級 你去拿一個很厲害的包包的時候 別人看起來也不會覺得那是真貨 或是他可能會覺得你賺一些見不得光的錢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找對象 不要一心只想著你要找有錢 有錢人不代表很大方 很多時候你要看的是 這個人他願意花在你身上有多少 其實從小地方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去吃飯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顧忌你有沒有吃飽 或是他可能說你先吃 你吃不好再幫你吃之類的 那今天他有多少東西他也會願意給你 而不是說你就是希望找一個很有錢人 家裡有厲害的 可能你不需要去擔心到 基本生活開始這是沒有錯 但是很多時候你找一個有錢人 但是他卻很小氣 或是他不願意花在你身上 那有錢等於沒錢 好不好這點很重要 好啦那以上就是 你約到渣男或渣女的這個議題 我只能用一渣還有一渣來形容 而且一渣還有一渣渣 然後沒有最渣只有更渣 希望大家如果身邊都有朋友是遇到這樣子 希望可以幫他解脫的話 可以把這支影片轉發給他看 或是你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OK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 接收新影片通知 追蹤我們的Instagram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一直 歸勸不聽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放生吧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是鬼遮掩 他有些債他就是要還 他可能看不清楚這樣 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好的對象囉